这个楼梯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门口一进来就可以直视的 那然后它对整个空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体量感 它其实会有一些这种压迫和紧促的那种感觉 如果能够换一个位置我们把这个进门的这个感觉打开来 可能我们的视觉效果会更好 平移楼梯后充分释放了原本楼梯上方的空间 让二层朝南的房间与过道和扩大的卫生间 形成了卧室 衣帽间 卫生间的套房格局 而二层朝南的小房间也被设计师向外拓展 成为夫妻二人的书房 至于二层的北向房间面积较大 设计师在增加了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外 还将其一分为二 作为未来的儿童房和多功能室